糟糕 所以今天我覺得說 而且你第一個 你這次妨礙中央政府運作 中央政府要有一個災害的防治 也是中央政府的責任 然後中央政府要準備很多 第二預備金 去預備這個所謂的 整個國家發生災害 或是必要時候的支出 譬如說臨時發生疫情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 你把這些錢都拿走的時候 這個疫情的補助款 你到底要怎麼拿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我覺得國民黨你最好就要思考一下 不要自己沒有這個 這個偷吃吃不著 然後十一把米搞到那個 藍營的藍白 藍營的那個內部的這個縣市 直轄市跟這個所謂的 普通的縣市這邊做內戰 那柯正恩如果反對 他今天早上怎麼沒有幫忙 去把陳玉珍 他不好意思拉吧 因為他拉也拉不動 柯正恩本來就是一個比較優秀的小姐 教師啊 不能隨便拉 但來亮俊 這一個才華法被說 中北親南 你是台北市議員 照理來說你應該是舉雙手贊成 老實說因為整個 什麼樣子政黨 對其實不是 因為其實整個國家的預算分配 還是必須要去關注區域平衡這件事情 才是重要的 因為過去大家知道說 大家也記得十大建設嘛 那時候大家就會講說 都是給特定縣市都先做 所以你看當時的台北市 其實也算是全國裡面發展最快的 那實際上這個 全國的總預算包含這些稅收 其實呢包含甚至地方稅的部分 台北市的稅收其實一直以來都是最高的 那所以呢在過去的狀況底下 是依照每一個縣市的稅收狀況 然後呢在統籌分配款的部分 真的好難喔 統籌分配款的部分呢 你卡了一點給我 被吹了 被吹了 我們當然都台翼 台翼台北大骨頭 那所以就會依照說 每一個縣市的財政狀況 然後來去做橫評 那盡量在每一個縣市的這個建設經費上面 都能夠有得到差不多的待遇嘛 那因為你台北市本來稅收就多 地方稅收就多 那來自於中央的這些分配款 照理來說本來比例就會比較少 那其他的縣市 譬如說可能以農業為主的這些縣市來說 他的稅收 地方稅收可能就沒有那麼多 那如果是這樣的狀況底下 他需要中央更多分配款的挹注 才能讓他們在地方建設上面 不管是交通建設 或者是一些道路民生等等的 可以來去做提升 所以這個重要的 還是整個國家的集體成長發展 而不是單一個 我只重視台北市 我只重視某個縣市 這是不對的 所以這才有這樣子的一個分配 那你看說現在國民黨提出來 他當然就是現在包含自己高雄 柯貞接下來要選市長 所以為高雄報不平嘛 所以就可以看出來說 藍白現在所提出的這個財劃法 第一個是內容是什麼 沒人知道嘛 現在連他們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到底念了什麼東西 然後再來就是說到底實際上財劃法裡面 到底包含垂直分配跟水平分配 到底要怎麼去處理 為什麼這一次行政院沒有提出來 是因為確實在這個水平跟垂直分配上面 其實都有太多太多的細節跟問題要去討論 他沒有辦法在現在 因為很多人質疑啊 就是說如果行政院或執政團隊 認為藍白現在提出來的版本有問題 你為什麼不提出對案 可是實際上是因為這實在是太複雜 牽涉得非常非常的廣 沒有辦法在第一時間 我為了要去因應 你藍白所提出來的這些浪案子 甚至是我根本不知道內容是什麼 我草率的行政院去提出 另外一個對案來跟你一起審 那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很不負責任的做法嘛 那所以現在變成是要海賊回歸 當然回歸到這個 議事的這個議事站啊 然後或者是這些攻防站等等的 但是實際上 我覺得現在藍白在做的 他們想要用地方包圍中央啦 反正總而言之 他當然會講說 那反正 我看能不能在我藍營的縣市 多拿一點 然後呢 反正我看我這輩子執政也無望了 所以呢 我覺得這個他從 包含從國會擴取法案 到現在的才華法 我認為整個都是國民黨 對於國民黨而言 他覺得他執政權一直都拿不到 但是他在國會裡面是多數 所以呢 他就直接翻桌嘛 反正呢 我現在在國會裡面 我就最大聲 最紅色 那反正我說什麼 我就讓你民進黨難做 但是呢 所有的紅利都還是我拿 我可以講說 你看我都 譬如說我幫台北市 爭取多少什麼什麼的 這樣子 那他就可以拿來說嘴 可是問題是 這個對國家 我們真的還是要放言 你作為立法委員 當然你要照顧自己的選須 這無可厚非 但是問題是說 整個國家的區域平衡發展 這才是一個國家 永續經營的關鍵 所以如果這些立委 他們沒有把這個事情的才華法 把它以更廣的視野 來把它放在國家的區域發展 而只有回到政黨內鬥 或者是回歸到自己到底在接下來的選票會不會多什麼的 我覺得這個都實在是沿界太小了 我覺得選民也搞不清楚 你們到底對我們做了什麼 我們只知道陳玉珍掉了一顆牙齒而已 他需要去補牙而已 這個法整個通過就是知道 陳玉珍掉了一顆牙齒而已 原來坦克車也有牙齒喔 哈哈哈哈 欸 但亮君 你早上看到那個畫面 他現在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在於 現在民進黨在抗議的是 藍白根本不按照議事規則走 如果你真的覺得 你拿出來的法案是對的 那你為什麼要用這種 有點像是快閃的方式 三分鐘就送出委員會 其實這個跟上一次國會擴權法案 其實是一樣的意思 其實是一樣的意思 還有跟那個半分鐘一樣 對對對 跟那個福茂協議在做審查的時候 其實是一樣的意思 就是說你在實質討論 他都會講 現在國民黨當然拿出來講 我看他們的圖卡都寫說 我們已經這個討論250分鐘 然後幾番人次 然後民進黨的人也都有上去講 如果大家昨天 其實現在都有直播啦 所以你去看國會頻道後 昨天有國會直播的話 去看每一個委員上去講話的時間 非常有限 而且講完之後呢 這個作為招委主席的陳玉珍呢 又要再評論這個委員的發言 又要評論個兩三分鐘 所以總而言之就是 他並不是一個在政策上面 有效的一來一往 針對實質的內容去做討論 因為如果是做實質的內容討論的話 其實都還是會有所謂 調整的空間 或者是那這一條的部分 我們是不是要重新戰割 或我們就先暫時放著 或這些等等的 那你看到說從以前到現在 這都是國民黨的招數 反正他就是強行要通過 就是要強度關山啦 那但是他們當然會主張說 這這個過程我都有讓你們講話 對啊 講話兩分鐘也是講話 我講話講到中間 打斷你打斷我 你也可以說我有講話 陳其邁就沒講到你看 對 但是這講話到底也不能 進到議題裡面去討論 動怒欸 是啊 所以我才說 因為高雄嘛 其實這次包含連柯智恩自己 都覺得不爽了 所以我覺得這在接下來 讓人進到協商 因為我剛剛看最近消息說 柯智恩說在協商的時候 他還會再提出他的版本 這樣子 所以你看在這個 呼籲柯智恩 勇敢的去站在陳其邁旁邊 一起開記者會 但是現在已經出委員會了 這到底是怎麼樣了 在推委委員會嗎 我就說這個 其實真的是很混亂啦 那藍白在意識攻防裡面 他們選擇用車輪戰 然後用這種強行通過的招數 我覺得以人民來說 上一次國會扣捲 已經經歷過一次 更不要說十年前的 這個318學運 大家都已經經歷過 你們的這些招數 大家都已經看破手腳了 但是我必須說 財化法這件事情 或許對一般的民眾 真的是會搞不太清楚 因為國會擴權法案比較好講 因為它涉及到 一般人民或企業等等 那這個服貿協議 它涉及到整個台灣 未來的產業跟經濟發展 那在財化法的部分 我覺得這個 當然還需要一點時間 持續讓社會知道 這個議題的內容 但是確實修法 因為按照藍白的速度 他們就是要搶時間 然後要想辦法 快速通過 所以這個接下來 我們要持續跟社會溝通 讓大家知道說 財化法到底在吵什麼 這個事情其實也是非常重要的 好 來這個 打播幫我跳一下 第一張圖卡 剛剛進來之前 那個醫院說 好開心喔 今天總算不是 我以為你會替我談 彈話法 沒有啊 哈囉大家好 我是安琪 靜新聞YouTube最新訪談節目 有話進來講 等你進來講 每週一到週五 中午12點半到1點半 歡迎大家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 小鈴鐺